16世纪是欧洲宗教战争的时期 这段时期的宗教冲突 对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 宗教信仰成为了欧洲各国争夺权力和领土的重要因素 导致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战争 在16世纪早期 欧洲的宗教领域受到了许多挑战和变革 宗教改革运动兴起 反对天主教教会的一些教义和实践 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等重要的宗教改革家 提出了对教会体制和教义的批评 并主张以个人的信仰为基础 追求与上帝的直接关系 这些宗教改革运动 引起了教会和国家的不满和担忧 天主教教会试图抵制改革的影响 并通过反宗教改革的运动 如宗教裁判所和宗教迫害 来压制异端的声音 同时各国统治者也意识到 宗教改革运动对其权力的威胁 他们开始利用宗教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宗教差异和冲突 导致了一系列的宗教战争的爆发 其中最著名的是16世纪的宗教战争 如德意志地区的长崎战争 和法国的胡格诺派战争 这些战争不仅在军事上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而且在社会和文化方面也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宗教战争期间 宗教信仰被用作政治和军事行动的动力 各国统治者利用宗教差异来动员士兵和支持者 各派别之间形成了敌对的阵营 这导致了长期而残酷的战争 使整个欧洲陷入动荡和不稳定 不仅如此 这些战争还对欧洲的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 导致了各种联盟和对立关系的形成 在德意志地区 天主教联盟和新教联盟之间的对抗 导致了多次战争和领土争夺 在法国 胡格诺派与天主教派之间的冲突 造成了长期的内战 使国家陷入混乱 然而宗教战争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 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 推动了宗教自由和个人信仰的观念的发展 在一些国家 宗教和国家权力的分离逐渐得到认可 并为后来的宗教宽容和宗教多样性奠定了基础 最终 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动荡 促使各国统治者和教会达成妥协 1648年 经过多年的谈判 维斯特法轮合约正式结束了德意志地区的宗教战争 该条约确认了各个国家的宗教自主权 为欧洲各国的和平相处提供了基础 总结而言 十六世界的宗教冲突和宗教战争 在欧洲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改革和宗教差异引发了冲突和战争 对欧洲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战争不仅造成了破坏和人员伤亡 还改变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宗教观念 然而宗教战争也推动了宗教自由和个人信仰的发展 最终促使各国达争和解 并为欧洲的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 这段时期的宗教冲突是欧洲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 对后世的宗教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